謝金燕姐姐聲名皆似無奈 諸葛亮後世先家族鎮 那有位在過去會館那邊嗎 那那邊有什麼地方嗎 總是低調的謝金燕 謝金燕姐妹 在父親諸葛亮大腸癌過世後 首度打破沉默 謝金燕以我的爸爸 諸葛亮被綁架了為題 寫下1507個字心聲 他心疼死後的諸葛亮 仍被輿論媒體 情情有情負債綁架 無法抵抗 並點名謝金燕 你摸著良心想 你這兩個多月到病房幾次 次次到病房幾乎次次被媒體拍 只要媒體寫了 就是孝順的子女 而努力維持父親最後堅持 秉容不曝光的我們 是不夠愛爸爸的 在諸葛亮住院這63天 彷彿是18年的縮影 我們姐妹倆沒離開爸爸身邊 完全溺在一起 我恨驚艷愛我們的爸爸 但我們只能搖寂 用我們愛他的方式 追到父親 他並感謝諸葛亮 現任老婆的照料 沒有人有資格 和小媽分享父親 這八年來輔出的資產 似乎對遺產分配有為辭 他也明確表示 姐妹倆不會出席父親告別式追思慧 不參與靈堂的一切事物 因為靈堂的一切充滿置入行銷 我的太太每一個都很好 我自己賭得很厲害 我不好 所以對不起那些太太 諸葛亮家庭關係複雜 18歲時娶了第一任妻子 生下謝順福 第二任妻子林建如 也就是謝清燕謝金燕的媽媽 第三任則生下謝金金 最後一任妻子則是葉瑞美 當時清燕金燕姐妹倆還擔任伴鳥 因後世牽扯四個不同的家庭 演變到兩派人馬隔空叫囂 被暗奉作秀的謝金金沒有回應 反而是有人反擊 朱大哥生前的癌症化療 是誰一路陪在身邊 張子謝順福則指指家 足不合原因 都是謝金燕經紀人球球在搞鬼 現在PTT爆料假死訊 並叫小媽對謝金金下進口令 導致金金被受媒體壓力 她也懇親球球 放過我們全部謝家人 娛樂動新聞報導 主持人物報導 我們來到你的早上 在互相關火力 吵大陸 都不早 我們早上 早上 早上